我們這天街頭槍戰 拼他 玻璃拳碎了 牆拳當鼓 這個電影是在無數次的 有時候在提醒觀眾他在看戲 比如說攝影機拉出來的時候 你能看到牆的側面 你能看到上下樓同時並進 他都是用在舞台的一個敘事方式 這也是我們這個電影 區別於其他電影 比較強烈的一個感覺 這也是我們這個電影 我覺得這一次的拍攝還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吧 它介於話劇和電影之間很少見的 也是這部戲獨有的 這部電影本身從拍攝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膽和新奇的一個創新 它是舞台化的電影 我們整個的這個視覺和現在呈現出來的效果 介於舞台劇和電影之間 還原了一個觀眾去看舞台劇的一個視覺 幫助觀眾更好的 進入到影片的故事裡的一個方法 那就所有的內景都是三面景 以及所有的三面景都沒有頂 三面景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上下隨意移動 其實是可以完成一些在現實空間裡 不可能完成的鏡頭料理 所以我們在光效的設計上 其實做了一些舞台光的一種效果 可能突然這樣按下去了 那邊亮起來了 讓觀眾感覺得還挺好玩的 《行文雄行道》 它突發奇想提出了一個概念 我們這個小鎮宏觀的外部展現 就是一個圓環的這麼一個形式感 多大的舞台上空空蕩蕩 上面有著我們這個小鎮的模型 隨著攝影機逐漸推向小鎮 特別像是翻開了一本童話書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殺手的一個故事 一個帶銀號的殺手 在這個戲裡面 我們會致敬很多的經典的殺手形象在裡面 比如說《殺人三部曲》 《異俗小說》《教父》 通過作品介紹自己的時候 那我就把我喜歡的東西都展示給你們 就像我第一次邀請小朋友到家裡 我把所有玩具都擺上了 你看你喜歡那個 這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心頭好 都放到了這個影片裡邊 很自信也很驕傲地說 它是一部很專業的戲劇電影人做的一部戲劇電影 卡